那我与玉王 谁更好些 自然是小师傅你啊 玉王那样喜怒无常 恶语鲜艳 怎么能跟小师傅比啊 锦儿 你说的是真的吗 可否愿意和我一起离开亲王府 天下之大 总有你喜欢的地方 到时候我们轻微主角 也有错拘 我和你 玉王 玉王 你怎么醒啊 本王不醒 能听到你与锦王这番情真意切吗 我 善离职守私会外难 简直甜不知识 按律就该当 当在仪华宣外 罚归十二个时辰 让府中众人 以此为鉴 玉王 是臣夜行至此 也是臣 纠缠锦颜姑娘 要罚就罚臣吧 锦王 你别说了 奴婢认罚便是 锦王 你这宵禁时辰 你若是再不走 本王就让羽林军请你走 臣愿寡帅 迎战北疆 只求玉王 不再责备锦儿 臣请战 迎战北疆 救北疆四十万臣民于水浒 既然锦王如此有心 那本王就替北疆百姓 谢过王兄了 小师傅 谢谢你 锦儿 我 夜深了 你也该回去了 我也困了 告辞 我也不过来 她也不会担心 你也不担心 也不担心 你也不照是 她一个人 又被我担心 你也不相担心 你也不相担心 你也不照我 我 好 好得很 成日躲着我 就千方百计地往北江送信 他怎么不把自己也送过去 既然这侍女如此不安分 惹得欲望不悦 便去旁处便是 你留下 红灵 北江可有消息了 锦王可还安好 锦王吉人天相 自然安好 娘娘您都好几日没有用膳了 如此下去 身体恐怕会吃不消 本妃没有胃口 这屋里好闷啊 扶本妃出去走走吧 平安之平安节 一望百姓安泰 二望战事静庭 三望北江战事无余 平安归来 是保佑北江的将士 还是保佑你那锦王 怎么 脑恨我坏了你的姻缘 还是脑恨我将你的情郎 送到了千里之外去 你 你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 还是你不可理喻 横雁传书 耻塑传情 你可有将我放在眼里 我是给锦王传书 但跟豫王有何关 锦王 是为豫王出政 是为盛朝出政 我便诚心齐助他 叛他凯旋归来 这有什么错 口口声声皆是锦王 心心念念全是牵挂 怎么不见你对我如此 你日日在我眼前 我又何须牵挂 罢了 我不想再跟你说 你莫要再这样胡搅蛮缠 我胡搅蛮缠 那你与萧綦是什么 年年缠缠 我与锦王清清白白 你需要胡说 既是清白 为何要说我不如他 又为何与他定下誓约 那日锦王心情低落 我不过劝他几句 你偏不听我解释 我又有什么办法 既是如此 那这些日子为何要躲着我 是院前的大门不与你开了 还是豫朝海拦着你 不让你进院了 你去太叶翅罩长 瞧瞧你现在的模样 我为何不躲 说他情绪低落 说他情绪低落 我是没看出来 还是你存了与他不可说的心思 若真说怀什么心思 那我不过是怀了愧疚罢了 要不是我把孟景告语 你也不会弄假仪表哄骗他 他也不会那么沮丧 先王已是 他不过是想寻些慰解 你却毫不体谅 弄权善计 你凭什么那样指责我 你 我一心为你担忧 你却总是不肯信任我 若是真的这样的话 我还是回寺院局好了 我一心为你好 事实为你分勇 你却总是怀疑我 你是欲我又如何 欲我就可以这么随便造他人的心意吗 你 我一心为你好 你却总是怀疑我 撑他体统啊 这眼泪揉进去 白糖糕怕是不甜了 那我不做了 免得你的温妃娘娘吃到苦涩的白糖糕 怪罪我 不做便不做吧 你 你放手 我不想再跟你吵了 不吵了 走 我带你看样东西 看什么 我 我 抬肩 你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别说话 好好走 把眼睛闭上 抬肩 好了 睁开眼睛吧 你真是做什么呀 喜欢吗 天上的星星 我是摘不下来了 便用这些地上的萤火虫 做了片星空送给你 你 怎么忽然转向 你今天 还在后花园 对我恶语相交的 对我 是我不好 我不该同你置气 更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 如今我知道错了 自然要同你道歉 所以 锦言 愿不愿意原谅我 你想骂我就骂我 想罚我就罚我 如今 不过是一些宠儿而已 就要我原谅你 这样不就便宜你了 那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呢 星儿算什么呀 漫天尽事 如果 你可以把天上的月亮摘给我 我就原谅你 好 你要什么我都摘给你 我当作 星空的 不过 今宇先欠着 你 掀翻着我的心 是 一生一世 在漫天 繁星和落下 的未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的梦 怎么会越来越可怕 我 我不会拂水啊 岳王的拥抱 似乎他是真的跟我的梦有关系 每次与他 我都会做梦 但这次 难道是我有什么危险 语气惶惶不可终人 不如我主动出击 去湖边一探又何妨 只要约了豫王 他是会拂水的 好 好 感谢观看